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股份和息口相对上吸引 3.88的息口也有7厘多挨近8厘的利息 防守性率相对上强 冲完之后其实已经回调回来 就算拉得很长 看历史的价格 3.1这个水平不是很高的水平 其实相对上是一个偏向低的价位 如果真的计算它的价格来说 所以如果想保持一些股去到这个时刻 因为大市我觉得是一个整股 恒生指数 在这1,000点 到底20,000到22,000 在哪边发 如果想到这个时刻 未有一个明觉的方向 出来之前想保持股 而有博会不会有点优惠呢 我觉得3.88是一个可以去撞撞的股份 同样的 当然啦 如果真的向下 塞了下去 大家就比较想有一个止斜的价格 我觉得你真的看看会不会塞了2.9或者2.8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位 只不过我觉得这些股 除非你看到有什么重大的转参 又或者是一些政策上有什么重大的出台 到时再分析吧 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转变的话 我觉得这些股去到这个价位 又不妨可以去保持股份 这是一个难点的股份 它是业绩 业绩其实你始终要变 除了你收入和盈利 除了那一条数之外 有些人也会看一看细数 去业绩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 去看 会是一个 一个 uncertainty 看看大家想不想去等下 业绩之后 因为其实它就是 29号 明天就公布业绩 如果真的不想 公布业绩前 不妨在后面 不妨在后面 业绩之后才在后面 也是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承拥 业绩 中文字幕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